乐土的捷径 乐土不是只为某些宗教而开的 而是与能够过正直生活 与高尚生活的每一个人有关 假使佛教徒真的想升天堂 一点都不困难 但是有些人挨家挨户地 劝别人的宗教徒归于他们的宗教 并且承诺他们上天堂 他们宣称他们是唯一能够进入天堂 受恩典的人们 他们也宣称他们是唯一有权威 能够送人上天堂的 他们推介他们的宗教 如同专利药品 在今天 这个已经变成一个公众的骚扰 很多天真的人们 缺乏对他们自己宗教的知识 变成了乐土推销员的受害者 假使佛教徒 能够了解佛教崇高教义的价值 他们就不会受这些所误导 这些乐土推销员 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说世界末日 不久将会到来 如果想获得天堂的永生 如果想获得天堂的永生 就必须在世界末日之前 接受他们的宗教 否则 人们将会失去极好的机会 而永多地狱受苦 有些人 因为没有运用他们的普遍常识 而接受了他们的传教 在佛教里面 没有人会被审判 或者有罪罚 或者有奖赏 人只会受中立的道德因果律 和自然律的审判 有人问 假使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这么多好人受苦 这么多坏人逍遥的呢 按照佛教的观点 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虽然很多人 做了好事 但是在他们的前生中 还没积累足够的善业功德 来到抵上一些不善 他们的过去 显然有些缺陷 另一方面 有些人现在做了坏事 仍然能够享受短期的福报 那是因为由于他们前生 积累了一些强而有力的善业 无论今生人们行善行恶 今世和来世都将会有回报 要想只以祈祷的方式 逃避他们的果报 这样是不可能的 唯有培养心灵功德 并且过着那些崇高的生活 才能够解决问题 大家是渐干的 我们下期待 请不吝点赞 否计订阅 等会 ma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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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